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主教练蔡斌上任后的第一次集训大名单 球迷们都希望能够从名单中看到希望 究竟哪些新人能够进入蔡斌的法眼 据最新的消息 网传一份中国女排21人的大名单已经流出 吴孟杰 王亦凡 王亦竹 陈佩妍 妙一文 许佳南等六大新人领衔入围 东京奥运会的主力自由人王孟杰落选 在最新流传的21人大名单中 主攻位置上一共六人 李盈盈 王云露 金叶 王亦凡 吴孟杰 王亦竹 在朱婷 张长宁二大主攻守缺阵的情况下 历经三大赛磨练的李盈盈无疑是主攻担当 谁来担当李盈盈的对角呢 主教练蔡斌应该是颇费脑筋 吴孟杰 王亦凡在2021至2022赛季的排超联赛中 都有出色发挥 无疑是钱力小将 当然还包括被给予厚望的王亦竹 在一些关键场次中也有出色发挥 而王云露和金叶则属于老将 可能蔡斌选择这两人应该是看中了他们六轮一船的能力 毕竟蔡斌的战术思路里二四号位平衡 这要求主攻必须有六轮一船能力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以老代新 复工位置上同样是六人 袁新月 王云云 郑亦欣 杨涵玉 胡明媛 高毅 虽然中国女排的复工位置上竞争激烈 但是这份名单里的复工位置没有太多心意 都是老面孔 在严妮退役之后 袁新月无疑是中国女排复工的第一担当 而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与王云云的搭档也经历了磨练 在排超联赛中 袁新月与王云云帮助天津女排夺冠 郑亦欣在排超联赛中 展现了自己全能复工的能力 杨涵玉 胡明媛和高毅都特点突出 不知道这一次 高毅会不会有机会成为第三复工 毕竟高毅的潜力还是更好一些 二船位置上三人 丁霞 刁灵宇和蔡雅倩 老将丁霞为了这次训练赢 真是拼了 从他参加体测的满腿胶带 就能看出 他依旧渴望继续征战 目标就是2024巴黎奥运会 毕竟丁霞的实力和经验 没有什么问题 刁灵宇作为昔日丁霞的替补 也有机会上位 毕竟他应该是最熟悉主教练 蔡斌的技战术打法 和对二船具体要求的人选 对蔡斌的要求上更能做到位 1998年出生的蔡雅倩 曾经作为国庆队的队长 带领队伍掌获式青赛冠军 在以往排超联赛中 也偶有经验发挥 接应位置三人 龚翔宇 陈佩妍 妙依文 龚翔宇在巴黎奥运周期 无疑是接应位置上的实力担当 蔡斌需要寻找的 就是龚翔宇的替补 不过 蔡斌一直希望 中国女排能够有一位强力接应 也许 陈佩妍就是她的一个选择 而上赛季排超联赛 表现出色的妙依文 则是全能接应 有点类似龚翔宇的风格 自由人位置三人 王维一 倪非凡 许佳南 上海女排的王维一 在上赛季的排超联赛中 表现相当抢眼 最终龚翔 最佳自由人就是明正 蔡斌看重她也在情理之中 小将尼非凡 作为自由人的后起之秀 也入围过郎平时代的国家队 被很多球迷给予厚望 也一直是江苏女排的主力自由人 许佳南这位小将 在上赛季的排超联赛中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她也许会给球迷们一些惊喜 让人意外的是 东京奥运会的主力自由人 王孟杰 却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里 虽然这份大名单是网传的 但全新的女排 已经整装待发 期待蔡斌能够扛起郎平 指导留下的大旗 再接再厉 再创佳继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